二百八十五集 程征不由得喃喃地道 四叔父,为什么不入室呢? 清静的脸色显得更冷峻了,低声道 当初啊,你祖父整治壮年,却卧病不起,去日无多 程徐却一直不和你祖父商量后事 好不容易把程徐请了过去,程徐却推三祖四 一会儿说,父亲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 让你祖父不要启人忧天 一会儿说,如今仕途艰难,皇上阴晴不定,半决如半虎 一会儿又说,自己早已不凡和朝中众人周旋 原想着父亲过几年就能致氏,把祖谱交给你祖父 有你祖父当起光有门眉的众人 就是不谈以后的事怎么安排 我和你二叔父都摸不着头脑 还是你二叔祖一鱼道破了天机 对你祖父说,一旦你祖父去世了 我和你二叔父就得回想守志 守志是小,可起伏是大呀 若是被安排到了穷乡僻长做了宪令 或是一直父贤在家 几年之后又是一帆天地 只怕我和你二叔父就要敏于众人 到时候就真真的只能看着程序的颜色行事了 程庄难眼惊讶 父亲已经到了直呼二方老祖宗的名字了 可见这件事让父亲是如何的愤怒了 他肃然正惊,程庄却是顿了顿,继续地道 你祖父和二叔祖就约了程序说话 因为我和你二叔父已经有了功名在身 是大人了 你祖父安排了我和你二叔父在屏风后面悄悄地听 程序和你祖父兜着圈 你祖父当时已经是病入膏肓 说话吃饭都很吃力了 要不是身后事还没有安排好 他老人家早就走了 他老人家哪里还有精力和程序你来我往的 只好直问程序有什么安排 程序这才知道 程家人定单薄 他想让你四叔父长大后管理述务 当时我们都觉得松了口气 你四叔父那时候还不到七岁 正是贪玩的年纪 上方接娃 下河摸鱼的事没少干 整天也不见他生生地坐下来看一页书 你祖父生怕他去后无人能管输你四叔父 早就留下话来 让我和你二叔父照顾你四叔父 在我有生之年都不允许分家 你四叔父若是长大后愿意读书入室固然好 若是只愿意坐个逍遥翁 就把掌房的树屋交给他打点 他要是连掌房的树屋都不愿意打点 就让我和你二叔父看着他点 别让他坐肩反客 坏了祖宗名声就是了 程序提出来 让你四叔父长大以后 打理酒如像的树屋 简直是为你四叔父寻了条出路呀 我和你二叔父都以为 程序是看着掌房有三个儿子 怕三房再出个读书人来压制住了二房 想着你四叔父顽劣的样子 都觉得这样的安排也不错 你祖父却比我们心思细腻 文言不仅没有高兴起来 反而皱着眉问程序是什么意思 还说四叔父恐怕不合适 程序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起身就要告辞 你祖父和你二叔父也没有留他 结果他快到了门口 又突然转身对你祖父说 不管是他还是你曾祖父祖父 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这么多年来家中全靠老祖宗们留下来的 积业苦苦支撑着 为了祖宗的声誉 他甚至安排了自己的独子打点家中的树物 最后年纪轻轻的就去了 他白发人所黑发人 只留下了孤儿寡母需要照顾 他能做的都做了 既然掌房的人一心一意都要出事 不愿意安排人接受家中的树物 那家中的树物就继续由二方打点好了 以后不仅与掌房无关 他也会把二方迁居到京城来 我差点都忘了 掌房和二方早就分了家了 承承听得目瞪口呆 忍不住道 他老人家这是糊涂了吧 不过是家中树物而已 好多人家都是请了自家的管事打点的 只要家里还有出事的人 这生意就差不了了 再者 这天下之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啊 你不可能又要入阁拜相 又要金银满驳 处处都要站着上方 让旁人怎么活呢 这世上素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君的 馆长之中的人做生意 本来就比别人容易 又怎么能与民争利呢 这也不是师传李仪传家应该有的气度啊 承经是长子嫡孙 自然是知道七星堂的事 可这是承家的心秘 他也就是再喜欢承征 也不可能把承家的心秘 告诉了承长 他只好含含糊糊地道 承旭的担心也不道理啊 从前三方的泽工 打点家中产业的时候 正是朝廷更迭之时 很多人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 礼仪廉耻 你全然不讲 志工和列工的名声 已经庇护不了他了 承家在金陵赋了百年来 那些官宦流民土匪 没有了银子 没有了吃的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承家 子宫为了保全家业 只好不停地 花大价钱请人护院 开放粮仓 请客送礼 等到承旭接手的时候 家里早已是个空壳子了 直到近几年 你四处复管着树屋 家里才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啊 承承嘴角微息 到底是没有说话 他从小在寒碧山坊长大 家中过得怎样的日子 他还能不知道吗 就算是旧父生名的海宁顾家 他嫁过去的时候 都暗暗地惊讶顾家的清贫 直到他开始 跟其他江南的世家接触之后 他这才发现 原来不是顾家太穷 而是承家太富了 四叔父最终掌管了家中的树 说到底 还是因为祖父和父亲 二叔父舍不得银子 舍不得那份富贵 只是他身为长辈 有些话不能说罢了 承承想着从前的事 并没有太注意到承承的表情 可是祖父到底心疼 你四叔父 一直没有松口 直到汉林院 提拔了两个世奖学士 而不管是资历还是学士 都有目共睹的 你二叔祖却没有选上 你祖父托了人去打听 这才知道 你二叔祖原本是榜上有名的 因承煦说你二叔祖 是自家的侄儿 有年纪轻轻的 需要多磨练几年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还开玩笑的 对汉林院的长院学士说 这是你二叔祖让了出来 下次要是再选世奖学士 汉林院可要记得这份人情 种人都夸承煦 除事公正 就是连皇上 也特意叫他去赞扬了一番 赏了你二叔祖一套笔墨和纸燕 你祖父这才意识到 事态有多严重 只好答应 让你四叔父长大以后 打点树武 但是 你祖父也悄悄地叮嘱我 和你二叔父 让我们一定要护着 你四叔父周全 一旦我们能站稳了脚跟 就把家中的树武丢出去 管他有谁管 不能让你四叔父有什么闪失 可他们没有想到家中的树武如此的凶险 城池刚出套的时候 若不是秦子宁早就死了 这个决定是父亲做的 母亲没有办法怨恨父亲 就怨自己 从此 对他们兄弟两个 也就没有了好脸色 觉得他们 是拿了弟弟的命 去换了自己的前程 他和二弟 见到城池的时候 也心生愧疚 不敢面对 这话他连一个诉说的人都没有 想到这里 城池眼神疑暗 家善是他的独子 他可不想他去接管那些乱七八糟的树 二叔那边断了香火 连个城池的人都没有 以后 恐怕只有放弃七星堂了 城池叹了口气 说起来啊 这次我对不起你母亲 我和你二叔父早就想分踪了 可惜啊 一直找不到什么借口 正好碰上你弟弟这件事 城池和城池又被你母亲抓了个正着 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我们分出来 不管是我们还是你四叔父 都不必再受程序的挟持 如果再遇到上次那样被人推荐的机会 你四叔父也可以趁机脱身 丢开家里的树 好生生的去做官去 城池微微点了脸头 松景然推荐四叔父入宫部为官 而父亲却以亲族回避为由 拒绝了四叔父入室的事 已经传遍了京城 大家感慨 城家鲜花灼锦 烈火烹油之余 也有不少人阴阳快气的说 父亲是怕四叔父入室之后 挡了弟弟的路 为此 顾旭还曾问他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念头闪过 城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分钟就分钟吧 只要城家够强大 做事够妥贴 大家事后提起来 只会觉得理所当然 至少四叔父 可以从那些生意之中脱身 所以祖母才会不作声的吧 他轻轻地喊手 周少锦并不知道 精灵的酒如相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美味的佳肴 精致的碗碟 繁力的景色 清雅的私主 亲切的交谈 真切的关心 让那天来于前胡同做客的 廖大太太 宾致如归 对于李氏和周少锦的安排 赞不绝口 又因有周初锦的缘故 廖大太太也有意抬举李氏 从此和李氏过往亲密起来 李氏有眼色又出手大方 不过去榆树胡同 做了几次的课 廖家来拜访 廖大太太的那些亲戚 看见李氏 就一个个殷勤地 喊着他请家太太了 李氏不免有些感慨 私下对周少锦道 这女孩子出嫁呀 嫁妆少了可真是不行 哎对了 郭朗夫人给你的那些首饰 你可要多要收好了 可别呀 再随意地赏人了 我过两天呢 和你去一趟银楼逛一逛 跟你打一些 溜金溜银的首饰 你要是赏人呢 就用那个赏人吧 前几天 他看见春晚 拿了一个绿汪汪的 翡翠镯子在擦 那水头 比他平日里带的玉佩 却是毫不逊色的 他还以为是周少锦的 结果春晚说是 周少锦赏给他的 他怕摔坏了 舍不得 闲暇的时候 就拿出来看一看 而且周少锦 还不止赏了 他一个翡翠镯子 还赏过他 一整套的银杏花的头面 几根香宝石的簪子 两对南柱的珠花 就是一般富家的小姐 只怕也没有他的首饰贵弱 周震的收入在那里 虽然这几年 尽力地给两个女儿 置办嫁妆 可到底能力有限 这些东西 多半是郭老夫人赏的 周少锦又转手赏了春晚 李氏想想就觉得心痛 周少锦低眉顺眼地印好 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两世为人 什么东西最重要 他的心中自然是有一把尺子 春晚对他的好 樊柳氏对他的好 岂是几件首饰能够衡量的 不过是有好东西给他们 让他们也开心开心罢了 不过跟着李氏去逛银楼的时候 他还是选了好几件的金银首饰 这些东西赏给春晚他们 他们可以作为传家宝传下去 也算是春晚给后辈子子孙留下来的一点念想 想到这里 他就有些发愁起来 春晚过几年就要出阁了 前世根本没有管他 他的姻缘怎么办呢 神色恍惚之间 有人跑过来 朝着他喊了一声二表小姐 周少姐吓了一大跳 回过神来一看 竟然是前些日子碰到的方轩 他穿了一件桃红色的忍冬花的半壁 笑盈盈地望着他的 哎呀 我刚才呀 远远地就瞧着像你了 家姐姐还是不相信 果然是你 可真是巧啊 京城这么大 没想到我们居然碰到了一起 你也是来买首饰的吗 这家的首饰啊 挺不错的 外面的人呢 都只知道永福盛 实际上 这百宝斩的东西呀 比永福盛卖的还要好 没想到你也知道这个地方 他说着指了指二楼 压力了声音 笑道 家姐姐要出嫁了 我娘受了她娘所托 陪她出来买她小东西 我也跟着过来了 就道 我外祖父和家姐姐的外祖父 曾经是同僚 我娘和家姐姐的娘 从小一起长大的 直到啊 各自出嫁了才分开 但也一直有来往 难怪方家和敏家 走得这么近 周少姐微微地笑 感觉到二楼有道视线 停在了她的身上 她无意知道那是谁 头也没抬地笑着 和方轩应酬了几句 我也是听我姐姐说 这家银楼的首饰做得很好 早知道会遇到方轩和敏家 她就去永复圣了 前世她没有逛街的习惯 但是外甥廖成芳出生之后 她曾到处打听 哪里的长命所做的好 林世盛是老京城人 就给她介绍了这家的百宝斋 她当时也觉得百宝斋的东西 非常的好 用符圣的东西 虽然没有这么的精巧 却是分量足 她买了是为了赏人 自然要分量足些才好 方轩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道 哇 廖大奶奶是年前才来的京城啊 言下之意是周初锦 怎么一下子连京城的鸡脚嘎劳都知道了 周少锦无意和她搬谈 借口时间不早和方轩分了手 方轩有些不高兴 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算是姻亲了 既然知道她母亲在楼上 周少锦于情于理 都应该去问候一声才是 周少锦却是一声不吭地走了 根本没有把他们家当姻亲的意思 方轩也是密冠里长大的 周少锦对她冷冷淡淡 她也就无意和周少锦多接触 转身回了二楼的雅间 闽家也有一些诧异 周少锦的无礼 粗了粗眉道 这周家二小姐是怎么一回事 附家大奶奶那么抬举她 她就好像有点不同人情世故似的 或许还有别的原因 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周少锦时 那惊艳的感觉 据说她和她的姐姐 实在久如相长大的 不知道有没有和程家善打过照面 如果她是程家善 只怕也放不了这样的一个表妹吧 不过若她像今天表现的似的 普通人情世故 倒也可以解释得通了 闽家目光微闪 方轩却是没有这么多的心理 她不以为义的呢 也许是初来乍到吧 平日里没见过什么世面 胆子小 不惯和我们来往 管他呢 以后再遇到的时候啊 随意的打个招呼就是了 闽家却没有她这么乐观 道 她是在郭老夫人屋子里长大的 你不见她可以 我呀 却是不可能不见她的 方轩觉得闽家想的太多 道 据说她也快要急急了 过两年就要嫁人了 就算是在郭老夫人屋子里长大的又怎么样呢 在郭老夫人屋子里长大的 就意味着周绍锦只要愿意 就可以回城家 可以去探望郭老夫人 这话对无忧无虑长大的方轩说 她也不懂 闽家笑笑没有作声 周绍锦回到家中 打买回来的金银首饰给了春晚 让她登记造册 自己则开了窗 坐在了临窗的大炕上 给城池干制鞋挖 李氏端了绿豆汤进来 笑道 你呀 仔细眼睛 又不是等着穿的 干得这么急做什么呀 周绍锦只要一想到这衣服 会穿在城池的身上 就觉得有始不完的劲 想早点把衣服给她做好才是 她把衣服放到了一旁 笑着接了李氏的绿豆汤 请她对面炕上座 李氏笑着 看她喝了绿豆汤 这才到 刚才呀 廖大太太派了人过来说 今年时差海 又龙周赛呢 到时候啊 你姐夫有一天的假 廖大太太邀了我们同去 周绍锦有些意外的 那光哥怎么办呢 又今也还这么小 李氏笑道 我觉得上次四老爷那方法就挺好的 我来之前呢 去问了相管事了 相管事说呀 那些护卫 都是四老爷朝阳门宅子那边的 我们若是定下来了 他去那边打声招呼就行了 内宅里的妇人 一年四季也难得能出来几次 何况是在京城 还不知道以后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前世 时差海 也曾举办过龙周赛 可他就从来没有光看过 朱绍锦能理解李氏的心情 可没有了 城池陪着 他觉得 就算是天子脚下 就算是在时差海 举办的龙周赛 他也没有什么兴致 等级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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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